高速公路局向在地里长说明国道一号 后里大雅路段的拓宽计划 这项工程历经十年争取 经费终于获得中央同意 将有望改善塞车问题 这个案子除了就是说后里大雅 平面各拓宽一个车道以外 在风源交流道的南下的话 会增测从玄岗方向进来 以输解风源交流道口 这边长期拥设了这个情形 除了拓宽高速公路 这次工程也将进行 风源交流道的改善计划 目前风源交流道出入洞线 集中单一路口 造成高速公路与平面道路 都有回堵的现象 即将在西侧增加南路闸道 但路线规划以及征收细节 引起在地里长不满 为此民代团队也做出澄清 那目前只是一个计划案通过 所以里长很关心的说 西部计划到底这一个 像风源交流道跟地方的 这个道路交织的地方 要怎么改善 这个部分要等到进入西部计划之后 才会有办法一一的 向我们的里长提出来的问题 一一的做说明 拓宽案将开始进行工程设计 用地取得以及发包等后续作业 高工区允诺会将地方意见 纳入设计参考 明代也会协调定时举办说明会 整体工程预计可在民国 一百二十一年完工 解决国道一号台中段的交通平静 记者赖亦莹台中采访报导